大家好,我是青石 今天跟大家快来聊聊冰钓Bourbon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照片上就是钓上来的Bourbon 现在是晚上 那么这个Bourbon也有很多人把它称作为Earpod 也有把它人称为Lincard 我们华人基本上把它称为淡水雪鱼 那么正规的翻译 有的时候就翻成江雪 那这个鱼它是被公认为强力钓鱼的鱼种之一 和Lincard和大的白鱼 那么Bourbon都是属于发言能力非常强的 钓得非常过瘾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这是近距离拍在水底下的Bourbon的尊荣 其貌不扬 但是据说非常好吃 所以被誉为这个穷人的龙虾 这个大家开玩笑这是 那么这个Bourbon呢 基本上在2月底到3月底这一段时间里面 它就会游到浅水 就是大概在30,40甚至20池地方进行交配 所以这个时候来钓这个白鱼 钓这个Bourbon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所以我们在钓白鱼的时候呢 经常会钓上Bourbon来 因为Bourbon也在这个Gravel和这个沙底的地方呢 也在这里活动 它也是在因为它是在这个 产卵交配 那么好终于了 刚才就是说这个Bourbon咬勾跟白鱼一样也很慢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在底下的Jigging Ji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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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它的注意以后呢 它啪一下就咬勾了 那么这个是现在已经咬勾了 那么这个Bourbon呢 它这个扭力非常强 它一个小小的6寸的洞 它头怎么样 也很容易一转身就下去了 所以呢 到了洞口呢 就是经常会搞一些这个比较紧张的这个气氛 但是呢 也说实在的不容易跑 这个鱼呢 咬住的东西呢 它还不轻易放 那么它认为好吃的东西呢 它不会轻易的放口的 这要上来了啊 看到没有 一下就下去 它一转身就下去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就大家有耐心 就是下去了没关系 满了以后呢 这个让它重新再来过 让它脑袋朝上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吊上来了 所以这个Bourbon呢 在吊的时候呢 一定大家要有耐心 另外呢 这个Bourbon呢 晚上的重余率要高过白天 特别是在这个产卵的季节 好 就是二月中旬到三月中旬 那么我们白天呢 也能吊到Bourbon 那颜色非常漂亮 好吧 也能吊到Bourbon 白天 但是晚上呢 它就更 我们就说 更这个 更容易掉 另外一个鱼肉 就种鱼了 它拿手上 拿着这个鱼竿呢 一般我们用的鱼竿呢 都是要median heavy的 这个鱼的 这个挣扎能力太强了 看上去还是很过瘾 这个鱼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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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夏天的时候呢 用船吊的话呢 其实它在白天是也挺难吊的 一般它都在四十五十尺的深水区呢 这个慢慢慢慢在活动 到了晚上的时候 它才会浮到这个潜水区 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就是二月中 二月中到三月中 它们在交配 在这个冰堤的潜水区 沙滩上面在交配 所以在这个时候 钓波本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这个 种鱼率非常非常高的 当然你要知道 它在哪里也不难钓 它有点像这个 说实在有点像 像鲜鱼了 Catfish 那么这鱼快上来了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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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休息 路头了已经 在洞口比较容易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钓这个神秘鱼的时候 又来了一个神秘的伙伴 这个是晚上 我们看它们是个狐狸 它也可能被我们的灯光 就是说话的很吸引 它也来看看到底这里 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小狐狸 这个鱼基本上已经到了洞口了 我这个钓油 才缺比较简单粗暴的盘防 但是很有效 这个就Burbon一上来了 这条可能有6磅左右 看到吗 这个就是事后在它的肚子里 就拿出来的 它的胃里边拿出来这么大一条 Rock Bass 你想 这个鱼它吞下去这么大的Rock Bass 你可想是它的攻击力有多强 好吧 那么大家呢 如果想钓Burbon 那么可以学习一下这个Burbon的这个 习性完了以后呢 它是一种龙水 咱们安生是 可以去找一找它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